157块钱搞了一张三星512GB的白卡 机动小哥啪了一下把快递入在地上就跑了 没有纸盒包装啊踩了都不知道 那这张白卡呢网上口碑并不是很好啊 个人猜测了可能是不同版本的原因 问一下客服确实有QLC和TLC的版本 而且官网上有一行小字啊 新老产品随机发货 这么小的字生怕得看见啊 还好我收到的是读取160兆的新版本 这卡其实是支持行车记录仪的啊 但是没有标上去 毕竟工作温度可以在零下25度啊 到零上85度啊 附带了一张SD卡托这个好评 具体真实级别呢 U3 A2 V30 C10 背面贴了一张标签就知道不是祖国生产的啊 是稀巴产的啊 还是一个进口货 一如既往的轻微盒子控啊 小心翼翼的取出 卡的做工和印刷呢非常的稀难啊 有山寨的既视感 不过SD的卡托做工呢 一如既往的非常棒啊 早就玩数码相机的小伙伴啊 三星的SD卡托呢 还是挺靠谱的 同样的这个小玩意 假货也是挺多的啊 会害死人的啊 懂得都懂 还是用祖传的USB3的读卡器连接 电脑出现的盘幅 显示口用空间是477GB 用祖传的1.074的公式算了算了 计算容量是476.7GB啊 其实差不多 默认文件系统是EXFIT 买来就是作为Switch的游戏仓库啊 都不用格式化 正好合适 然后旧的128GB的存储卡 转到新的卡呢 也是特别容易的啊 不用分区 不用充装系统 也不用充装游戏啊 成长都可以保留的 很简单 把旧卡全部的数据呢 复制到新卡里面 然后删除几个文件就可以了 接着就迫不及待的 往卡里面装了一堆的游戏啊 反正便宜啊 512GB 10年上门呢 随便换 随便玩 而且也就150多块钱啊 哪里找 EXFIT的基准测试 平均读取91 写入82 EXFIT的基准测试 其实是差不多的 跟官方描述的性能呢 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啊 因为我用的读卡器呢 还有USB的接口呢 都不是最新的 从实际的写入就知道了 稳定在76左右 读呢 也是稳定在90左右 可以看到都是在一条直线上啊 读卡器是突破不了上限啊 反过来说呢 存储卡的性能呢 被读卡器限制了 不过对于我来说啊 只要卡稳定呢 这种速度完全是够用的 那这张卡在高负荷的工作时候呢 室温23度 卡的表面温度是37度 至于读取游戏速度方面呢 其实之前一速128GB的也挺好的啊 所以没有感觉有什么提升 也可能是为了游戏的读取也就那样 那目前这张卡呢 正常差不多用了半个月吧 挺稳定的 有一说一的双11 花150多块钱呢 买的还是挺超值的啊 刚刚去看了一下呢 居然还要200多啊 这就不划算了啊 但相对于手机的存储版本来说呢 那还是有差距的啊 比如油管手机 128GB的版本呢 要8000块钱啊 512GB的版本呢 要11000块钱啊 也就多了不到400GB啊 居然多出了3000块钱 那我的这张存储卡呢 512GB的也就100多啊 同样的容量啊 3000对比100多啊 请贺一堪 好吧 下期我们聊一聊 为什么很多的手机呢 现在已经不支持扩展存储了啊 那这个话题呢 也是一个聊烂的话题吧 只不过呢 每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啊 我只想补充一下自己的想法而已 好吧 下期见了 拜拜